现在独居老人的养老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选择再婚 找个跟自己相处比较轻松的老伴一块生活 这样的话也可以互相照顾照顾 互相陪伴 也算是晚年的一件姓氏了 再比如找个好一点的养老院 这样的话也能够有人照顾 生活无忧 当然 还有一种方式 那便是请保姆来照顾自己了 这也不失为一种养老方式了 不过这些年来男保姆的需求却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为何一些独居的老人也愿意在晚年选择请男保姆来家里照顾自己呢 一位49岁的男保姆直言 晚年愿意请男保姆的大妈 大多是三种需求得不到满足 讲述人老张 我是老张 从事保姆这一行业已经七八年了 之前一直都是当厨师的 只不过又辛苦又累人 再加上干了几十年的厨师也让我觉得有些疲惫了 所以就想着换行了 而保姆这一行业也是我当时无意间接触到的 因为那会不做厨师了之后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老人家里给做两个月饭 说是那家的老人因为腿摔断了 躺在床上下不来 身边也没有人照顾 因为我会做饭 所以就让我过去帮助做做饭 每个月还给我两千块钱 买菜的钱也不用我考虑 所以我就过去帮助了两月 一点也不累 跟平常一样做三顿饭就好了 其他的时候我就另外再做了一份工作了 正因为这段经历让我后来开始接触到了保姆这一行业 此前的我对保姆的印象一直都觉得只有女人才更合适 可是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些年男保姆相比较起来更吃香一点 市场上也挺需要的 尤其是对于照顾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更是如此 男保姆有力气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多的给予一些帮助 而且收入甚至要比女保姆更多一点 不过前提也得是男保姆的专业技能过关 我看了我自己的条件 其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是当厨师的也会做饭 再加上这么多年我也是个比较勤快的男人 在家里的很多时候也会主动地打扫家里 所以在简单的培训之后 我也算是正式地踏入了保姆这一行业里面来了 也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到后来的熟练热情 收入也多了起来 至于累不累的话 我只能说分雇主 有些雇主人不错 需求也少 基本上做好一日三餐 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的就够了 而有些雇主要求多 喜欢挑毛病 这样的话就挺累的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瘫痪的老人也挺难伺候的 让我也觉得挺累的 不过付出跟回报是同等的 干得多自然收入也就很多了 在这几年的生活中 其实我也还照顾过三位大妈 两个六十多岁的 一个七十岁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怪不适应的 毕竟异性之间还是有些不方便 不过后来才渐渐地发现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甚至相处起来还挺容易的 也让我才发现晚年愿意 顾请男保姆的女人 其实是她们大多是三个需求 得不到满足 第一个需求 对多样化生活娱乐的需求 都想要安享晚年 可是晚年的生活哪有那么的容易 尤其是当身体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时候 日子就开始变得身不由己了 没法自理生活只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没有精力再去做一些事情了 只能够在房间里待着 每天过着同样的日子 比如这三任雇主中 基本上都是这样 第一任雇主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妈 一条腿截肢了 每天只能够依靠轮椅 依靠拐杖生活 更别提下楼了 可是人也不能老是待在家里 她之前请过几个保姆都是女的 尽管说在家里的生活有保障了 也有人伺候自己 可是下楼散步闲逛挺难的 女人力气小 不方便 她自己也说 之前的女保姆很少带着她出门逛 因为闲累 所以她才换了男保姆 男保姆的力气大 一快出门的时候也能够轻松些 另外一个雇主也是这样 身体不方便 有个男人照顾起来方便点 第三任雇主情况不同 她身体健康 但是却需要一个会开车的保姆 还得让她觉得放心 因为她想要出门旅游 又喜欢自驾游 有个男保姆的话 既能够照顾她的生活 还能够开车带着她出门旅游 这才是她需要的地方 至于女保姆的话 其实也会有开车的 可毕竟女人顾家 而且遇到事情也容易慌 所以这才请了男保姆 从这三位大妈 请男保姆的原因之一中 也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她们对多样化生活的需求 让她们选择了男保姆 有些事情 男保姆可能会更加的顺手些 第二个需求 沟通需求 人老了之后的生活孤单 是最大的困难了 这一点倒也都能够理解 而你们都忙 没时间陪伴自己 而这时候身边若是有人在身边聊聊天 说说话也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了 可是男人跟女人之间 也是会有差别的 有一句话是同性相斥 异性相惜 有时候就是这样 这三位大妈 其实都说过这样的事情 其中有一位大妈的话 我记忆犹新 她说 之前请过两个女保姆 可是相处起来挺麻烦的 总觉得她在家里做的事情 都不太让我满意 收拾过的沙发 拖过的地 这些事情总是能挑出毛病来 说多了她也不满意 毕竟一个人一个想法 活都干得不满意 自然也就没有话题了 她每天就是在家里完成自己的任务 也不会沟通 也不会交流 另外两个人也差不多是这情况 他们的意思也都差不多都是这样 觉得相处起来没什么话题可说 所以就算了 而至于男保姆的话 其实就大不相同了 异性之间不存在那么多的挑三拣四 话题也很多 也许一开始不够熟悉的时候 会比较的冷漠些 不过当熟悉了之后 就会讲很多事情了 聊过去 聊生活 基本上有啥说啥 而且聊得多了 关系自然也会好一点了 有些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他们也不会过多的去为难我了 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第三个需求 安全感的需求 其实这也应该算是男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特性了 尤其是对于像我这种四十多岁快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来说 更是如此 生活方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保持冷静 合理地解决了 相比较起女保姆来说 还是能够给雇主带来极大的安全感的 当然 我们都是专业的 有专业技能培训 并且人品绝对合格的 我照顾过的三位大妈中 他们也都曾表示过一个观点 家里没有个男人 有时候还真不行 有一位大妈曾说过他的经历 他说之前请了个女保姆 结果遇到了一件事 家里的插座突然爆炸了 自己都还没有被吓坏 女保姆就先被吓坏了 不知所措 结果还是联系了儿子才回到家里解决的 也就是这次之后 让他才开始考虑要找一个能给自己生活带来安全感的保姆 才考虑的男保姆 而另外一个大妈也是类似的事情 她是之前请的女保姆照顾生活 结果家里的水管漏了 她半天都没有想好如何解决 让水流了一地 大妈回到家里 保姆却说没找到水阀的开关 但是有男保姆的话就不至于这么慌乱了 家里不管遇到点什么事情 起码能够冷静地应对 是啊 像大妈所说的这些事情 其实男的大多都会做 换个灯泡 接个线 再比如水管漏水之类的 其实男人往往更加的顺手些 容易些 自然也就能够给老人带来安全感了 所以说我照顾了三个大妈之后 我也明白了一些独居老人晚年愿意请男保姆的原因了 有时候外人的看法举不重要 只要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